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二 历史谜团 作者一中天 朗读者有意 文明来自野蛮 野蛮时代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 他们建立的首先是文化点 这就是原始群 本书称之为夏娃的时代 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 就会壮大为文化面 这就是氏族 本书称之为女娲伏羞的时代 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 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 又会连成文化片 这就是部落 本书称之为炎黄的时代 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 联合 兼并 战争 则会形成文化圈 这就是部落联盟 本书称之为尧顺的时代 这是为了安全 自由和身份认同 群居的人类开始把聚落变成城市 把部落变成国家 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 这个过程简单地说 就叫点 面 片 圈 国 分水岭是国家的诞生 或者说文明的标志是国家 国家的标志是城市 以此为界 人类历史被裁为两节 之前叫史前史 之后叫文明史 时间开始了 成功与挫折 光荣与屈辱 升华与堕落 也开始了 请看历史年表 本届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史 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 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古代文明 其中最古老的是埃及和苏美尔 都发生在五千多年以前 苏美尔再加上后来的阿卡德 巴比伦亚树 统称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 意思是两河之间 即右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 所以苏美尔阿卡德 巴比伦亚树 也叫两河文明 苏美尔和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先行者 当曙光在两河之间和尼罗河流域出现时 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片蛮光 大约要过一千年 哈拉巴文明才会在印度和流域出现 再过五百到八百年 克里特和夏文明才会在爱琴海域和黄河流域出现 哈拉巴克里特跟我们基本同时是同龄人 那时埃及人早就建起了金字塔和师生人面相 苏美尔人也早在吟唱他们的史诗 作为文明克里特也叫米诺斯 哈拉巴也叫印度和 印度和文明跟印度文明是两码事儿 而且八杆子打不着 前者是达罗皮图人创造的 后者是亚利安人创造的 之间还有几百年的空白 苏美尔 埃及 哈拉巴 克里特 夏 再加上中美洲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 便号称六大古代文明 第二代叫古典文明 其中印度和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 中美洲的玛雅文明 以及希腊 波斯 罗马都发生在公元前 是后来人 拜占庭 日本 阿拉伯 俄罗斯 在公元后是年轻人 第三代叫现代文明 主要指西方 这是文明史上的新兴人类 其功过上代评价 其前途未可限量 这就叫三代文明 三代文明有三个代表 代表第一代的是中华文明 代表第二代的是伊斯兰文明 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现代文明 因为第二代文明中 玛雅 希腊 波斯 罗马拜占庭 都纷纷退场 印度 日本 俄罗斯 又不具备世界性 第一代文明先行者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烟消云散 同龄人克里特 哈拉巴 奥尔梅克不知所终 从古到今 延绵不绝的只有中华 六大古代文明 我们是硕国仅存 这是一个奇迹 却是事实 事实上 从夏商周到元明清 再到近现代 我们从来就只有一个民族 一种文明 只不过这民族不断在壮大 甚至混血 这文明也不断在发展 甚至整容 但既没有代沟 更没有空白 某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 不但老早就有 而且基本不变 家国一体 下就是 祖宗崇拜 商就有 宗法制度 从西周延续到明清 甚至民国 语言文字 生活习惯 人际关系 文化心理 要么始终如一 要么万变不离其宗 而且不管是谁 只要属于这个文明 哪怕飘洋过海 背景离乡 改变国籍 嫁娶洋人 也仍是Chinese 到头来还得认祖归宗 心中也永远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所谓中华文明中断 请问从何说起呢 但没有中断 却有衰减 也有便意 公元751年的达罗斯战役 以及四年后的安史之乱 也许是一个分界点 大唐帝国 对外败于阿拉伯 对内亡于翻阵割据 中华文明 投向外部世界的目光 从此收了回来 夏的质朴 商的绚烂 周的儒雅 汉的强悍 唐的开阔 全都变成了明日黄花 时代风气 由宋的纤细 元的空灵 直至明的世俗 清的官腔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未进六朝的思想解放 自然也风光不在 明末清初后 鸦片战争前 中华再无思想家 对人类文明 也再无像样的贡献 人们津津乐道 自我陶醉的 是克周记 并没管 鼻烟壶 以及三寸金莲 只有红楼梦和纳兰茨 敏感地唱出了 末世的晚歌 那是一种 睡也无聊 罪也无聊 梦也何曾到泄桥的无奈 下坡路上 没人杀得住车 当然这下坡路 缓缓地走了一千多年 其间既有一蹶不振 也有路转峰回 就在中华文明起伏 跌宕的盛级而衰之日 伊斯兰文明却欣欣向荣 从公元八百三十年到九百三十年 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 在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 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 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 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 史称百年翻译运动 正是这一壮举 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 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止入明灯 也就是说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 能够高瞻远瞩 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 就因为站在了伊斯兰世界巨人的肩膀上 伊斯兰是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历史的不可琢磨 却也正在于此 没错 在伊斯兰文明展开双翅自由飞翔那会儿 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的蒙味状态 国王和贵族甚至目不时钉 可是当西方现代文明后发制人 风起云涌之时 伊斯兰世界却跟我们 跟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 茫然失措 甚至懵懂无知 也许那时谁都没有想到 通过文艺复兴接过了古希腊火种 点燃了新时代火炬的西方世界 后来竟会雄霸了全球文明的话语权 难道天底下真有风水轮流转一说吗 这是一个谜团 算一笔账可能是必须的 从二里头遗址算起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 从麦地纳建国算起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 从淡丁和博家丘算起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 越是后起之秀越是迅猛异常 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并不意味着把前浪排在沙滩上 只能称之为传递接力棒后来者居上 也就是说中华伊斯兰西方现代文明还代表着三个时代 不妨略作回顾 众所周知 世界性文明的出现是从公元前二百多年开始的 事实 罗马称霸地中海 秦汉一统大中华 形成当时最大的两个文明圈 但到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罗马文明陨落了 于是汉与罗马的双雄并指变成了唐文明的独占凹头 唐代的长安众望所归 四海主墓八方来朝 因此汉唐七百年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中华时代 中唐以后唐宋文明与伊斯兰日月齐晖 但我们西洋无限好 人家心悦正当时 珍珠和仙芝的声音如同绿色的泉水 滋润了整个西亚 大半个非洲 部分南亚 然后飘洋过海 远达印度尼西亚 这一空前盛况持续了数百甚至上千年之久 时间之长不逊于汉唐 整个中世纪都是伊斯兰的时代 事实上直到1792年 奥斯曼帝国割让克里米亚 伊斯兰文明才真正走向衰落 也就是在这一年 乾隆皇帝撰写了十全记 炫耀他的十全武功 其实这时英国早已进行了光荣革命 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发表了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 显然如果说在西方 勃然兴起之前中华文明还老有所为 伊斯兰文明也方兴为爱 那么此后的岁月便没有争议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三代文明前赴后继 三大文明次第辉煌 这里面难道没有文章吗 同为世界性的文明 罗马黯然神伤 中华远远流长 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吗 当然有 那就问个究竟 匙监制